最近有很多人問 Angel 是不是要買很貴的器材 才能製作線上課程呢? 今天 Angel 就要來打破大家對線上課程的迷思哦 其實呢 只需要一台電腦就能拍攝線上課程了 到底要怎麼做呢? 來 Angel 幫大家解答 這個軟件呢 它的名字叫 Zoom 自從新冠病毒開始到目前 越來越多人在家上班 都會用 Zoom 來跟公司開會哦 但是並不是很多人知道 這個 Zoom 其實也可以用來賺錢哦 通常呢 我們在網上看到線上課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螢幕呢 是投影片 然後還有只聽到培訓師的聲音 或是有的時候在角落看得到培訓師的臉哦 這個其實不需要太華麗的器材 就能拍線上課程 其實我們只需要一架電腦 還有一個 Zoom 的軟件 就能製作線上課程哦 如果呢 你是用蘋果的電腦的話呢 你可以用蘋果的內建軟體叫做 QuickTime 但是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拍給用 Windows 還有 Mac 的人哦 首先呢 要先下載 Zoom 的這個軟體 登入後呢 要點擊 Start Meeting 一旦開始了以後呢 只要點擊 Share Screen 就能把投影片上面的資料給錄下來嘍 那在這個時候呢 只要點擊錄影 Recording 就可以開始講課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 Zoom 來製作線上課程 首先呢 是步驟 我們要下載 Zoom 的軟體 再來登入帳號 按 Start Meeting 還有 Share Screen 最後按 Recording 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覺得到目前為止還不錯的話呢 可以按個讚 因為呢 這樣才能讓 YouTube 把好的影片分享給更多人 那 Angel 就在這邊先謝謝大家囉 錄完了以後呢 只要點擊 End Meeting 就能將影片存檔囉 之後呢 再上傳到線上課程的平台 就可以囉 那線上課程的平台呢 在上一個影片呢 就有跟大家提到過 那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你怎麼不趕快去行動呢 趕快去試試看哦 那如果大家還有用過更好的軟體呢 可以留言在影片的下方 讓 Angel 知道 如果有什麼其他問題呢 也可以留言在影片的下方 讓 Angel 知道哦 那 Angel 會在製作影片呢 回答大家的 好啦 那在最後 Angel 要謝謝那些一直有在觀看影片呢 幫 Angel 按讚的大家 因為有你們 Angel 才能一直有動力的製作更好的影片給大家哦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了 拜拜 首先呢要先下載 Zoom 首先呢要先下載 Zoom 其實我們只需要一架電腦還有一個 Zoom 的軟體呢 就可以 Zoom Zoom 那是不是很簡單啊 那你怎麼趕快呢 那你怎麼趕快呢